我们也即将在活动结束之后会透过云端来分享校务场五位讲师的简报档案 此外只要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未来Family的杂志三期 教育呢它是与时俱进的 其实第一线的教学现场总是不断的努力来呼应每个时代的变革而精进 我们可以说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创新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三位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来带领我们一起思考 如何在资讯课程中学习基本程式 创科技呢可以让孩子们更懂得运用科技并且在生活当中解决问题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首先邀请花莲县道乡国小邱文胜老师 为我们分享我们掌声欢迎邱老师 邱文胜老师呢是人称国中小创课教育界的神人 他独树一格的创意跳跃的思考模式 总是可以让听过他的人群众爱上他的创课教育 老师今天将为我们分享科技教育在花莲 欢迎邱老师 这么多人还是会紧张 好 我86年来花莲 我是被老婆骗来的 对 所以我不是花莲人 所以花莲人要好好爱我 不然我可能就会落跑这样 好 那86年进教育界之后 我是一个代课老师 那代课老师 刚被骗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不知道当一个老师还需要教师证 好 所以我第一年开始代课之后我就很惶恐 那好不容易在第二年就不小心考上那个 学试后试之班 好 所以后来用一年的上课时间 然后用两年的代课就变成了正式老师 在89年的时候 那所以我第一个学校是在海边 然后第二个学校在山上 然后第三个学校回到都市 所以上山下海我都遇过了 那98年的时候我们在 我就随着我们县里面的辅导团 到处去推动自由软体 推动Squatch儿童城市 然后100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把受这个梅校长的请托 就特别把那个儿童创客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创客这个名称 就把Squatch跟Arduino做一个结合 然后直接放在资讯课里面做实施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 道乡国小是全国第一个 把这样的东西放在资讯课 政课里面实施的一个学校 那后来102年的时候 第一届的Make Fair 在台北举办 那我代表 我其实那时候是代表S4A社群 到会场去做一些展览跟推广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开始认识我 然后从102年开始 我们花莲县也是第一次开始有硬体的竞赛 就是用儿童城市去控制硬体 做一些创意设计开发的一个竞赛 那这个是全国 那时候是全国唯一 那一直坚持到现在 每一年的下半年度都会有这一个比赛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比赛 那后来到105年的7月 突然有一天我就接到国研校长的电话 那国研校长那时候是中心主任 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借调来教育处 我就在想 借调我来教育处要干什么 其实那时候是有点疑惑 虽然我之前就在县里面就帮忙推支教 甚至推到那个变成统包 统包就是我们大任会每年切一部分的经费 你就帮我们推科技教育 然后后来国研校长跟我讲说 我们需要推 教育处这边需要推创课 那后来我就答应 不过那时候我在想 因为那一年我去蒙古做志工 然后把那个S4A 就是Squatch加Arduino带到蒙古去 我们在那边做志工 然后我们在蒙古待了整整22天 所以我就问教育处说 借调那是8月1号开始 可是我8月底才能回到花莲 他竟然说没关系 所以我就进到教育处了 那进到教育处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创课教育的推动 那创课教育各位可能有听过 可能有听过 但是我们待会我要讲的这个创课教育的定义 跟各位想象的创课教育的定义 可能不太一样 早期我们讲到创课 那是指天上到外太空 那个地下到内子宫 只要是能够动手做的 都把它叫做是创课教育 那所以包括那个烘培 或者是折子 这一类的也都被纳为创课教育 广泛的创课教育的定义 那后来呢 因为我们在科技教育里面 做那个 做我们科技教育那个科技领域 108新课纲里面 科技领域有分生科跟支科 这两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里面 后来叫做制造 那其实也是创课也是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 3D列印 雷射切割 Arduino 儿童城市 这四大部分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创课教育的部分 那可是 一直到前年 一直到前年定义都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推创课的时候 就是其实就是在讲技术的部分 教小朋友写城市 教小朋友怎么画图 怎么列印3D 怎么做镭射切割 怎么玩Arduino 让写城市让东西可以动起来 然后IoT有一些感测器的输入等等 那后来呢 因为去年成立了智慧教育中心 那智慧教育中心 我们花莲县的智慧教育中心 跟创课中心不大一样 我们是县级的一个创课中心 所以那时候县长就指示说 我们的层级需要再提高一层 那到县级的智慧教育中心的话呢 就会要再加一个智慧学习的部分 所以这是我们对创课 我们现在那个智慧教育中心的一个定义 也是我们讲的创课教育的内容 但是我们这边从去年开始 风向要转 为什么风向要转 因为108课纲的关系 那108课纲呢 对我们来说 其实很多县市都还没有体认到这一件事 我们在所谓的创课 在教科技领域的这一件事 大部分22个县市里面 其中21个县市都还是在教技术 也就是说我资讯课 我教科技 我就 我教写程式 我就全部都讲写程式 那我教Arduino 我就教你硬体怎么用 感受器资料怎么收 然后收回来怎么应用 那教3D教雷切 就是去做一些东西这样子 那可是当课纲出来之后 你仔细去看一下课纲 课纲的科技领域里面 资科它是最后是希望你讲到运算思维 然后申科呢 希望你讲到什么 设计思考 所以其实重点并不是在技术 重点不是在技术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教 在课纲这样子定了之后 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研习 教老师怎么去教这些内容 对不对 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点 尤其是教育部在推动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他们真的有一点点的失误 就是说我们是教育数字馆国中小 国中小是国民教育 那教育部在推的这个东西 它的课纲里面定义的高中以上的 这个国高中以上的这个部分 在科技领域的部分 他们的推动的方式 他们是用技职教育跟高等教育的方式去推 所以都会比较重技术或者是学术的部分 所以他们在办演习的时候 所有的老师去受训 然后每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就是一直拼命地摇头 为什么 因为教授讲运算思维 大家都听不懂 然后老师上课代实习 都在写西语言的程式 然后三百个辅导员在后面上课 我就看他们的表情 那个演习我是国小的 然后我混进去国中的辅导员受训的场合 因为我跟他说 我是教育处负责这个业务的 所以我就混进去 然后我就看到他每一个人都在摇头 没有一个例外 但是其中有看到有一个在点头 那我就跑过去问他 下课的时候 我就 刚刚我看到老师上课 大家都在摇头 可是你点头这样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们 真的上课教西吗 学生都可以接受吗 他说对 然后我就接着问 那请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他说他是台北市一个私立国中 私立的国中 然后他教的那一班是 他们所谓的精英班里面的一个 精英的社群专门打比赛的 好 那我又接着问 各位不要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就接着问他说 那你们这一个班三十个人里面 你这样一个学期上下来 你上西 他说对我上西 你这样一个学期上下来 跟得上你的 你觉得有几个 他想了大概两秒钟 他跟我说 大概一个半 不会超过两个 那我就接着问他一句话 我说 那请问其他的二十八个呢 他当场就哑口无言 所以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为什么要推城市 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讲 所以我们在创科教育 我们这边今年要 今年有做一个转向 也就是我们今年会把 我们的创科教育 其实是不只是在科技领域用得到 我们 我们是要 重点是要融入科技 跟在动手 做中去学习 这是我们的重点 这是我们所谓的创科教育 那其中呢 里面有 其实有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我们平常在一般其他领域 有一些很抽象 很难学的东西 那我如果 借由动手 做的理念 创科教育 动手做的理念 把这些 抽象的课程 把它转成具体的操作 那 学习就会变得容易 那所以 这是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 其实 创科教育 它不是属于科技 老师的专属 如果各位在座 不管教国语数学 生物 自然 社会 其实都可以用 因为它是一个生活技能 因为它是一个生活技能 我们待会会分享到 为什么设计思考跟运算思维 它是一个生活技能 那如果它是一个生活技能的话 就应该大家都要会 对吧 而不是 只有 像写程式 我们可以 所以我帮家长问一件事 你们觉得 国小到大学 写程式列为必修 这一件事你觉得对不对 先不要回答我 你想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谈谈 好 那所以我们创科教育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定义 好 那 我们在教育处里面做了很多次 那你要推动一项政策 或者你要做一个新的课纲的改变 那个教学要能够成功 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有几件事情是要处理的 第一件事情 全世界上有两件最难的事 第一件事是把别人的钱放到我的口袋 对不对 这个事情很明显的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乐透别人中走了 所以我没有中到那30亿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因为我们是公务员 公务员也不能兼差 所以那个赚钱这件事情 我们这一公务员 老师们大概这一辈子就不要想了 那第二件困难的是什么 把你的想法放进别人的口袋 那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要先有理念 所以我们在推创课的时候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先洗脑 那洗脑这件事我们做了什么 当年国园校长 我进入教育处之后 国园校长给我第一个任务 就是开一个校长班 让校长了解什么叫做创课 所以在102年的时候 我们开了三个班 北中就是三个梯式 三个梯式 一梯式三十个校长来参加 然后教育处处长有点名 所以每一个校长都到 那一场我们特别设计 一个非常简单的 加一个感测器 然后大概十条的程式 让他可以做出一个 计算你运动量的一个程式 在场的校长 如果102年就是校长的话 应该有参加过那一场演习 如果一个教育单位的首长 知道你要推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他如果那个过程中 设计的让你非常喜欢 你一定会支持他 对吧 那就算你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那至少你的属下 他要去参加这个演习的时候 你也会说 这个不错 这个好 可以去 对不对 所以帮长官洗脑 其实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 那这件事后来有后续 就是去年 我们智慧教育中心成立的时候 县长有来 然后就直接折成县府各处市 各局处市 全部要到我们那边去做体验 所以现在是教育处的 我们教育处里面 所有的科员 科长 还有县政府所有的局处首长 跟他的处事 全部都知道创科在做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长官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不管是要资源 要人力 或者你想要去参与 想要推动 或者你有什么idea 想要结合的时候 就有办法可以处理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洗脑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做了几件事 就成立智慧教育中心 这一件事情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有了智慧教育中心 我们才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场地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 一年超过两百场的研习 很可怕 这个量 研习的量 就是我们全线 资讯老师受训的比例 参与课程的比例 是全国最高的 是全国最高的 然后我们的愿景非常的明确 当你知道你的 我们有一个课纲 但是各位知道 那个课纲的修订是怎么来的吗 那个所有的课纲 其实都是服务人类的经济需求 那所以当那个什么 类似OECD这样的公布 未来人才需求的时候 各国都会去修课纲 那修课纲的结果 其实在台湾就是有一些 教授讨论之后 那可能过了两三年 才会把课纲生出来 那中间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偏差 因为这个派系的问题 或是其他什么问题 然后你的目标就会有一点歪掉 那 课纲今年把国小拿掉 对不对 课帮把国小科技课拿掉 反而是我们的一个利基 所以我们就可以走自己的路 那这个部分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就跳快一点 所以我们也跟协会 跟很多的企业一起合作 那我们花莲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跟企业合作 它其实我们是有付出的 比如说我们跟军医合作 那我们还提供教材在军医的平台上面 我们跟趋势合作 趋势科技它需要几个老师 我都可以找给他 那他很惊讶 他跟我说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 我说要几个老师 他们都想很久都想不出来 可是跟我合作的时候是 你要几个老师 我马上找给你 然后我们跟联发科合作 我们也出了一本书 还放了两个课程在军医 跟科丁合作 我们让科丁很顺利的进入了教育界 扩大他的影响力 所以 我们在花莲的贡献 其实是全国有目共睹的 那后来呢 为什么这个是绿色 各位不要问我 那个也不是错字 新课纲 真的是新课纲 因为是很辛苦的课纲 那新课纲把国小科技课拿掉 那我也很佩服那五个县市 他说没有课纲 我们就不用做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 但是我们是教育工作者 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全世界都在需要科技能力 可是你怎么会把课纲拿掉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自己的课纲 那因为刚好他把它拿掉 所以既然没有了规范 那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课纲 反而有的时候 你还舍不得放弃它 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破坏式的创新 那修课纲之前 我们都要知道自己的愿景是什么 你才能办法 才有办法把你的课纲 修在你要走的路上 那所以呢 我们就替花莲定了这五个能力 那当然学生未来15年毕业进入社会 那个世界是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 他可以快速自己学习应用的能力 然后再来就是 你要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 你要有办法能够自由自在地工作 你的云端 你的城市 这个就要很厉害 你才可以自由自在 我喜欢在花莲 我就在花莲 我喜欢在哪里 我甚至去海边 我都可以工作赚钱 那如果你要 你不去找人家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别人要来找你 那除非你有这样的独特性 所以你有独特性 有创意 有创造力的时候 别人会来找你 所以我们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景 那这是我们新 花莲线的新架构 那中间那个部分 是内容的部分 内容部分其实各线是大同小异 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下面 黄色的部分 也就是隐姓课程的部分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城市的教学 或者创课的教学 把运算思维跟设计师课 把它交进去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录教材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重录 其他县市都是旧瓶装心酒 我把那个九年一贯时代课程拿来兜一兜 就说做好了 可是事实上 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 在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会把上课做一个改变 把运算思维的方法 把它放到课堂里面去 怎么去做引导 然后怎么样把它素养化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跳快一点 那这个是我们三个阶段 然后我们的课程的层次 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老师不知道说 我要怎么样用运算思维去上科技课 我怎么样用设计思考去上创课的课 我有做一个套版 你只要照这个套版的模式去上课 就可以拥有这些 小朋友就可以拥有这些能力 拥有这个素养导向的能力 素养化的能力 然后可以拥有创造力 可以拥有自学力 就我们上课都有提供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也录了线上课程 我还分了老师版跟学生版 老师版讲指导的要点 学生版就是学生可以直接看着就可以学 那这个 学程式这件事情 因为早期已经被 被某些人给弄烂了 所以运算思维 大家一听到就会很害怕 其实不是这样子 当我们深刻去了解之后 就会发现它跟生活 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起 那今天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就 就 不会讲得那么仔细 那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国教 我们是做国教的国民小学 义务教育 所以它不是技术教育 也不是高等教育 所以推动一定要接地气 一定要接地气 好 那这个到底差别差在哪里 你教程式 如果你只教程式 它了不起 最厉害最厉害 就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对吧 但是如果你教运算思维 它学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可以用在生活上 不仅如此 它可能还是一个 很棒的 具有CEO的处理事情的能力 因为它会做系统拆解 大问题拆成小问题 在各个急迫 然后它会把SOP做出来 然后所以你任何问题 都可以有解决的依据 的步骤 然后它也可以把一些资料 做成图表或做成分析 让你看了就很容易去决策 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所以这个能力是差别在这边 那如果你又教设计思考 设计思考又可以从生活里面 去发现问题在哪里 那你就可能会可以交出一个 开创者 所以这三种都要教 但是不要只教程式 那所以 我们现在的科技老师辛苦一点 就是我们不要只有教程式 我们要把那个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都要带进去 那方法其实我们在研习上面 都会有讲 今年有对全部 全线的三年级 做了一个私训的培训 就是每一年逐年都会办理 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个科技教育的转折点 那 科技老师比较辛苦 要一直不断地提升 那为了孩子 我们应该会选择向上提升 没有人会选择向下沉沦 所以 如果 如果各位很努力 我们就可以当学生的楼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那肯尼罗宾生是全世界的教育部长 前几天刚好过世 所以 我们不要让公立学校的教育 来限制孩子的发展 这个要拜托大家帮忙 算我们这一次创科教育要走在前面 那这个是 SCA社群 开发的 儿童城市 控制 开放硬体的一个新的一个界面 所以以后你不用再去求 公司 不用再去求某个人帮你改积木 好 不用 这个是SCA授权的 好 感谢所有的 与会来宾 谢谢 掌声谢谢邱文胜老师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请老师先行回座 也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了 何谓创科教育 让现场的观众 我们的听众可以更了解 什么是创科教育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